我們現在想要來看我們的腳有沒有腫 那我們就可以用皮尺來做一個測量 去測量看我們的腳是不是有比較腫 或者是腫會消退 或者是做兩隻腳之間的比較 那我們會用一個叫做Figure of 8的一個方式 去來做我們腳外的測量 這樣比較準確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測量 那測量之後我們就會先請病人在一個long sitting的姿勢下 然後把他的腳末端的三分之一垂在外面 那我們的測量呢 我們會從外懷開始 外懷呢,然後繞到內側的navicular 然後navicular的地方 然後由下面去繞到shuboy 然後一個交叉之後回到內懷 最後我們再繞過他的aclis tandem回到 他的外懷 好,那我們這邊的數據呢 大概是55公分左右 那這個注意我們在量的時候 就是不用去把它勒得太緊 以免會壓迫組織而造成 數據上的不太相同 好,那我們接下來再來量他的另外一角 一樣,我們從外懷 到內側 tunner 交叉到內懷,再回到外懷 好,那他的數據也是在55公分這邊 對,所以他的兩角基本上角圍是相同的 所以應該是沒有水腫的情況 好嗎? 好嗎? 好嗎?